欢迎大家又来听我讲中西人民精神 现在我们仍然还在讲 如何了解中国人民精神 中国人民精神里面 我们如何了解孔子的精神 之前都讲过 因为我们这几十年来 了解孔子精神的方法 很多时候归纳他几点的思想 或者说他对社会的贡献等等 这些现代人用的方法 将他当作一个学者 或者一个社会学家 这样的方式来客观描述 这种方式 不一定能够了解孔子的精神 那我们如何才能够进入孔子的精神 我们看回古人的方法 很多时候对他有一种崇敬 对一个伟大的人格 有一种崇敬 即是我们要了解一个伟大的人格 一个圣贤的人格 我们本身也有一种对圣贤人格崇敬之心 这样才能够了解到 看回古人 他们如何去了解孔子 很多时候就是用这种方式 崇敬一个伟大的人格的方式 来去了解孔子的弟子 就是这样了解他 好了 问题就是 我们现代人对于这种方式 很疏离 不是很熟悉这种方式 不是很熟悉这种崇敬的方式 古人所说的观圣贤气象 一种崇敬的方式 自己感觉到很渺小 然后了解做了一种伟大的人格 这种方式 比较艰难 所以我们现在尝试用另外一种方式 就是用一种对比的方式 我们尝试用不同的 我们一般人所崇敬的人格 来做一个对照 来凸显出孔子这种人格精神的特点 我们以前也说过 就是用几种不同的人格 我们说过有一个学者事业家形态的一种人格精神 学者事业家形态的人格精神 是很值得我们去崇敬的 因为他们不生只是记挂着一种目的 不生就是一个目标 专心置置在一个学业或者事业的目标上面 整个生命投入下去 这种人格是很值得我们去崇敬 有很高的价值 也是我们一般人的一种模范 我们很应该去学的 这种是一种很值得我们尊敬的一种形态 这种就是我们可以学习 或者我们很应该去学的形态 另外还有其他形态 也是我们人很崇敬 一般人都很崇敬的 另外一种就是天才型 天才型我们一般人都很崇敬的 不过问题就是天才型的人的精神形态 我们就是学不到的 我们学不到 不可学的 虽然我们很尊崇这些天才 很佩服他们 但是我们并不是我们一般人努力 就可以学得到的 另外还有一种就是英雄型 英雄型就是一些在政治军事上面的天才人物 既然都是天才人物 也是我们学不到的 不过他们这种天才 就是在政治军事上面去表现 这样就很容易被一般人察觉到 也都被一般人知道 令到一般人都很崇敬 这些这样的人物 这样 这些都是英雄形态的一些人物 我们也都说过了 另外还有就是豪杰形态 豪杰形态就和英雄有些不同 就是英雄有一种命运感 英雄我们所说的英雄很多时候有种命运感 他们就有一股不可知的力量 迫他们一路向前 这个英雄的 这样 未必就能够拿得起放得低 未必能够自作主宰 但是我们现在说豪杰的时候 是说一种能够自作主宰的精神 什么叫自作主宰呢 即是说是在灰盲浮塞的时代 天地毕然人忍的时代 是一个整体的风气 大坏 即重难返的时代 能够独牌众矣 能够圆孤心于天阳 这样的一种豪杰精神 是一个突破艰难而兴起的 一种这样的精神 我们叫做豪杰精神 所以这个是面对着一个时代 而能够自作主宰 突破社会阻力压力的一种精神 这种我们叫做豪杰精神 这种精神就是一个很值得人送敬的一种精神 这个是一种相当高的一种精神 不过呢 另外我们也说过了 除了豪杰精神之外 还有一种叫圣言 这个 讲过这个豪杰和圣言比较 豪杰又低一格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 这个豪杰精神 很多时候就是由这个外在的环境激荡而形成 刚才讲过 这个豪杰很多时候就和这个世俗相对抗 在这个世俗当中兴起 要和世俗相对抗 就一定要超越世俗 要超越世俗 你一定要超越 有种 你感觉到有种自我超越 有种超越的矜持之气 很多时候 豪杰都总有些微矜持之气 如果要做到圣言的话 就要连这些矜持之气 这些小小的矜持之气 都要放低 都要放低 所以这个圣言比豪杰 更加艰难 更加难做 这样我们讲过这个圣言的人格 有两种形态 一种就是 宗教性的形态 有种叫圆满圣言的形态 那两个都是圣言形态 所谓宗教性的形态 就是宗教性的人格 宗教性的特质 比较重一点 就是 着重讲这个天 或者讲上帝 着重讲一个 还有讲这个人天的分格 人天的区分 这种这样的形态 另外一种就是 没有这个人天分格的一种形态 主要讲这两种形态的圣言 上次讲过就是 这个宗教性的形态的圣言 宗教性形态的圣言 他们都是一种无限精神的体现 无限精神的体现 即是他们已经 是在 和一般人 和一般人的形态 已经是不同的 因为他们是有一种 体现到绝对忘恶 绝对无限的精神 在认识这个 因为他们已经 就这个 不会再将这个富贵名利 任何抱负 什么灵感 气魄 天才 担当 那些 即是一般人 这个在世俗上面 所拥有的东西 他们 都 不视为 是一个 最重要的东西 这个 即是他超越一般人 就是因为他精神上 涵盖了 涵盖这一切的东西 超越这一切的东西 这个 所以 他超越了自我 忘掉自我 所以他这种 圣言的人格 在我们一般人面前 我们人 一般人 是会自觉渺小的 因为这种无限精神 或者忘我精神的一种体现 其实就是一种上帝的精神来的 一种宗教精神来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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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 我们现在这个 一切 人 在圣言面前 就会觉得 我们自己原本 所有的一切 富贵名利 齐十二女 抱负 等等 这个 一切的东西 我们不可以忘记 包括我们不可以忘记 的 包括我们不可以忘记 的自我 这个 这些 他们都知道 但是问题 圣言 就能够超越 我们一般人 就不能够超越到 所以这个 超越形态的圣言 这个 就是超越一般 世俗人所拥有的 这个 去到一种 绝对忘我 绝对无限的精神 这种是宗教精神 那 我们就 讲过这种 宗教形态的 一种圣言的表现 这个 好了 那现在 我就讲一下 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 这个 圣言的表现 就是 没有这种 宗教性 或者这种 宗教性的表现 就不是再 有一种 强调一种 人天分革 或者上帝精神 的一种 形态 就是 上司要了解 就是 我们现在要讲的 就是孔子 这种形态的 圣言 这个 我们现在进入去 了解一下 这个孔子 这个形态 是怎样的呢 我刚才说过 我们可以崇拜一些 圣言人格 我们崇拜耶稣 崇拜释迦 崇拜金帝 因为他们有了 绝对忘我 的无限精神 由这个绝对忘我 的无限精神来说 他们是 不会 和我们一般人 和一切其他人 来对一个敌对 也不会和世间一切人 来对他比较 他绝对忘我 他不需要和我们比较 这个绝对的人格 不会因为 哪个钱多 哪个钱少 哪个富贵一点 人格高一点 没有这种比较 这个绝对的人格 但是 虽然他们自己 不和其他一切人 去做一个相对性 或者他们自己 不会和其他人 去比较 但是问题 他们这种 不比较的精神 很多时候 就会被人 视为 高高在上 其他人 看他们觉得 他们这么清高 他们这种精神 真的好像 比其他一切人都高 有种高高在上的感觉 这个 而且 这些所谓 宗教形态的圣言 很多时候 他们都是根据 天 或者根据上帝的启示 来去立教 他们的说法 固然是超越一切人 但是他们的说法 很多时候 来自天 或者来自上帝 来说 很多时候 这种说法 就是说 天或者上帝 是在一切人之上 天或者上帝 都是在一切人的上面 所以一般人 就会觉得 这些宗教形态的圣言 他们本身的精神 固然高高在上 他们所说的上帝 也是超越一切人 上帝也是高高在上 所以一般人觉得 这个上帝 是一个绝对超越 的一个精神 而圣言 就是这个 先知或者救主 先知和救主 也是高于一般人 和一般人不同 比一般人高一点 这个 所以 虽然实际上 这些宗教形态的圣言 其实他们 是绝对忘我 绝对 体现到一种 无限的精神 他们是不会 和人去比较的 但问题就是 一般人 仍然都觉得 他 比较高一点 比一般人的形态 高一点 这个 尤其是他们有宗教形态 所以宗教性 所以很多时候 变成 他们可以见到上帝 上帝是可以显现给他们看 但我们一般人 是见不到 这样 既然上帝可以表现在他们面前 表现给他们看 即是说 上帝可以表现给人看 即是 虽然他们 这个 比我们高 但是 其实 他们都是人来的 上帝 既然可以表现给他们看 理论上 上帝都可以表现给其他人看 这个 这样 所以 圣言 这些圣言 理论上 即是我们从这里去看的时候 这些宗教性形态的圣言 其实 他们 照计来说 应该是自觉到 上帝 是会表现 于人 这种情况 因为他们体现到 即是上帝曾经表现过给他们看 所以 这些超越的圣言 应该是自觉到 上帝是会表现于人 而且 上帝表现于人 这种 这样的表现 是一个真理 来的 这个圣言 应该自觉到 这个 这个 即是说 他们这些超越形态的圣言 应该自觉到 上帝 是会在 人之中 上帝会表现在人里面 那 上帝是什么 其实 如果从这里去看 由圣言的体会 或者由圣言的表现来去看 上帝其实就是一个绝对忘我 绝对无限的精神 因为这个圣言所表现出来的 就是这个绝对忘我 绝对无限的精神 所以 这个 上帝在圣言里面去表现出来的 是什么 就是这种绝对忘我 绝对无限的精神 所以这种精神就是上帝 这种这样的说法 当然 每个宗教有不同的说法 这个 那 譬如 这种 所谓绝对忘我 绝对无限的精神 是什么 那 这种精神 如果表现在耶稣身上 我们可以说 这种叫做爱 因为耶稣讲这个爱 讲博爱 这种无限精神 在耶稣身上表现出来 这种就是表现出上帝的一种博爱的精神 这种精神 如果表现在释迦身上 他们佛教的说法 就叫做 慈悲的精神 这样就表现成为慈悲 好了 这些这样的爱 和慈悲的精神 其实就是这个绝对忘我 绝对无限的精神 那 这些爱和慈悲 其实原本在人里面 在人心之中 在圣言的心里面 表现出来 爱和慈悲 不止是一种感情 更加是一种人性和神性 即是在圣言身上表现出来的时候 它不止是一种感情 还是一种人性和神性的表现 还是一种人性和神性的表现 好了 佛家的慈悲 这些这样的说法 在儒家就叫做人 人爱的人 这个人爱的人 就是贯彻内外的 儒家的说法是贯彻内外的 基督教和佛家所说的 无限的爱和慈悲 他们的说法 就不一定是人人都有的 因为这种 绝对忘我 绝对无限的精神 就不一定是个个都做到的 这种无限性 耶稣 基督教耶稣才能做到的 佛家里面 释悉家做到的 不一定个个都做到的 但是儒家的说法 就认为人人都有人性 人人都有人心 这个就是中国文化的说法 中国文化里面 儒家的说法 人人都有人性 人人都有人心 那么如果我们明白到 什么叫人人都有人性 就真正知道上帝的精神了 如果与儒家角度说 因为与儒家角度说 人人都有这种人性 按照刚才的说法就是 如果我们明白到 这种人人都有的人性是什么的时候 我们就会知道 真正上帝的精神是什么了 所以在中国文化里面 这种体会 如果我们这样来 体会上帝的精神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 这种方式去体会上帝的精神 并不是一种超越的 高高在上的一种精神 而是很现成的 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所以中国人的说法 一个孔子的说法就是说 人怨扶灾 我欲人 私人自已 所以变成了 中国人所说的这种人外 人的 人性 不是很远的 不是高高在上的 不是超越在人 一般人之上的 人怨扶灾 我欲人私人自已 我想做到这个人性 这个人性就在这里 所以这种说法就是孔子的一个极高明 而道中庸的一种智慧 是中国瑜伽的一个智慧的核心 人 这种精神 是一种实践的精神 在人心里面 人人都有 人人都可以做到 只要是一个有人心的人 就是一个人者 我们明白到这个人心 就是一个智者 所以说人者智者 都是核心内容 都是说这个人 所以我们明白到这个人心 又自觉到这个人心 是人的本性的时候 就是所谓求人得人 就是我们自己明白 人是有这个人心 我们又自觉到这个人心 人的本性 我们明白到这个东西 就是所谓求人得人 就是我们能够一念反省 回到我们自己的心里面 知道我们有这个人心 就是所谓求人得人 亦都所谓 我欲人施人致矣 都是这个意思 这样的时候 用这种精神来了解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不需要再去讨论 我是不是有体现到上帝的精神 我没有体现到无限的精神 我没有体现到超越的精神 因为这个人心的精神 就是这个上帝的精神 就是无限的精神 就是超越的精神 求人得人就可以了 所以中庸里面讲到这个 所谓道也者不可须如离也 可离非道也 就是说这个中国 瑜伽所讲的这个道 中国文化所讲的这个道 这个是不离开人的 不离开人的 如果离开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道 就是说这个道其实不是一个超越的 不是高高在上的 离开人的一个道 其实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人 因为我们一般理解的上帝 这个精神的意思 很多时候都是超越而外在 很多时候我们理解上帝的意思 都是超越而外在 离开人的 所谓天人有一个距离 上帝和人 天德和人德 是分为义的 是不同的 天人是有一个分格 有一个红构在这里 天人是离开的 但是如果根据我们现在 用瑜伽这种方式来说 就是顺着上帝的精神来说的时候 来说孔子的精神 其实就是说 我们可以由上帝的精神 转到孔子的精神来说 这样的时候 这种精神再不是只是一种高高在上 只是一种超越的精神 而是超越而内在 不只是超越外在 还是超越而内在 所以如果我们直接由孔子本身来说 说这个爱 说这个慈悲 就是耶稣的爱 或者这个释迦的慈悲 其实这些爱和慈悲 在孔子本身来说 就是人心的表现 说我们这个人心的表现 就是爱与慈悲 所以这种说法就是所谓 依情说性 这个 由这个爱和慈悲的情 讲到这个人性的表现 这个 这样的说法 都可以的 说这个人心 是这个爱和慈悲的表现 这个都可以这样说 但是如果只是这样说 都未曾能够直接展示 这个我们中国 孔子所说的人心的全貌 因为孔子的人心的全貌 不单止是爱和慈悲 如果说这个人心 即是如果说这个人 我们孔子所说的人心 如果说他的内容 只是说上帝的爱 那很容易就变成 去到一个外在的联想 因为一讲上帝 很多时候你觉得外在 说这个人心就是一个上帝的爱 所以真正要讲人 很多时候我们都要用中国人的说法 我们用宋明理学家的说法 用王阳明的说法 或者用钟容孟子的说法来说 人是什么呢 他们的说法就是所谓 人就是真诚測坦 人心其实就是真诚測坦 这是真诚 这个说法其实是最直接的 比这个用上帝来说 直接得多 人心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一个真诚測坦 真诚 其实就是自己 而超越自己 忘记自己 这个就是真诚 真诚是自己超越自己 然后忘记自己 这个是真诚 所以 什么叫真诚 真诚就是用真心去对待人 用真心去对待这个世界万物 这个就是真诚 你怎样为之用真心去对待人 用真心去对待这个世界万物 你就是不要再为了自己的利益来去计算 那这里就是 当你不为自己的利益来去打算 来去对待人 对待事物的时候 这个就是忘记自己 超越自己 所以真诚就是这个超越自己 忘记自己 所以这个所谓自诚 就是这个绝对的超越自己 忘记自己 就是一个绝对的超越精神 所以这种自诚的精神 才是真正成就自己的一种精神 因为这种自诚的精神 可以令到自己的精神 和其他人的精神 和这个世界的事物的精神 是一种直接的感通 因为你用这个真诚 自诚的精神 来对待人 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对待人 对待世界 都能够加以肯定 对这个世界 对其他人 可以直接加以承认 加以涵盖 加以慈在 所以这种自诚的精神 就是一种这样的慈在的精神 当你真诚 对待人 对待世界的时候 其实就是对人 和对世界都加以肯定 所以这种说法 跟佛家、道家的说法 有点不同 佛家和道家 很少会直接对世界加以肯定 他们多数是否定的态度 所以中国 佛家 孔子所说的人的精神 就是这种超越现实 而成就现实的一种精神 因为真诚、自诚 本身 刚才说过 就是超越现实事物 但它又令到一切现实事物 能够成就自己 这种超越现实事物 就是真诚、自诚的一种超越精神 就是真诚、自诚的一种超越精神 就包括了爱和慈悲 測坦里面 其实就包括了爱和慈悲 所以这个真诚、測坦 既是人性 亦都是一种感情 人性就是一种内在的本质 感情就是要表现出来的 所以这个真诚、測坦 既是天又是人 为什么呢? 因为它既是超越的 亦都是人性的 既是内 亦都是外 既是一种内在的精神 亦都是一种外在的表现 既是潜肢 亦都是昆能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有 潜肢代表涵盖性 昆能代表一种持在性 这个 它涵盖一切 亦都是持在一切 这个 所以这个 人心的表现 一种真诚、測坦的表现 所谓是最二之二行的 中庸里面有说过 所谓 夫妇之欲 可二语之然 即是说 一般普通的男女 都可以知道 这个所谓君子之道 这个地方 连性人 都有所不知 什么叫性人 都有所不知 就是 表示这种人性的表现 他的精神 他所包括的内容 其实是无穷无尽 深远广大 高明薄厚 是不能尽的 不能窮尽的 所以 说法就是 性人 都有所不知 所以 这种就是所谓 孔子所说的人心的一种精神 真诚、測坦的精神 就是一种绝对的超越精神 今天就说到这里 下次再继续和大家介绍孔子的精神 多谢大家